来关注税务经济相关消息 2023年的个人报税季拉开了帷幕 国税局于周一开始接受和处理 2022年的纳税申报表 国税局敦促纳税人在报税前 收集所有必要的信息 以下是关于2023年报税季 需要了解的五件事 一提交2022年纳税申报表 或申请延期提交和支付 今年所欠税款的截止日期 是4月18号而不是4月15号 二申请延期的纳税人 必须在10月16号之前 提交纳税申报表 三如果你在2022年的收入 不超过7万3千元 你就有资格通过国税局的 免费报税项目进行申报 四国税局表示 如果纳税人选择银行账户 直接存款 并且他们的纳税申报表 没有问题 预计大多数人将在电子申报表后 21天内收到退款 五根据国税局的说法 如果你对申报有疑问 或者你想查看你的退款情况 最快的方法是先查看国税局官网 因为电话接听量很大 此外国税局表示 它已将1月27号定为一个特殊的日子 以帮助人们了解劳动所得税 避免的好处 这可以帮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员工和家庭 全美最火新闻 每天语音不见不散 每天语音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放